在我身邊的就是李太 李太, 我聽說你想學做一道梅子鴨 我聽說的名字很複雜 為什麼你會想學做這道菜呢? 因為我平時煮的家常飯比較簡單 我想學習比較複雜的菜式 所以我想找廚師教我煮 你就找對方了 因為寶哥最擅長做一些複雜的菜式 好, 聽他介紹一下材料 梅子鴨材料有, 米鴨, 酸梅, 桂皮 香葉, 八角, 淮山, 蒜頭, 薑, 乾蔥頭 陳皮, 洋蔥, 調味料有, 麵豉醬 片糖, 冰梅醬, 老抽, 酒, 白醋 材料已經放在我們面前了 寶哥, 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第一時間切到淮山角 好, 你看, 麻煩你粗刀了 切割吧? 切割, 切割, 對 是高手 我們這個淮山是處理的 跟寶哥學習 對, 我們刨皮, 然後蒸過來 這個淮山 為什麼要蒸呢? 蒸完之後, 裡面就很粉 所以比較吸收 三兩下, 手勢已經完成了 我們先把洋蔥絲切割 好 哇, 刀神 搞定了, 可以把薑拍一拍才切 就割幾刀就行了 再割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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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油絲就行了 割油絲 對, 非常好 怎麼做? 怎麼做? 上色了, 這個鴨要上色 寶哥,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為什麼鴨裡沒了一點東西? 這裡鴨有兩顆紙 一定要挑上去 否則燜出來整鍋都很鬆 好, 上色就是拿一點老抽 好, 輕輕把它擦均勻 一會兒我們要滾一隻鴨 放在鴨裡滾, 讓它容易上色一點 而且燜出來的顏色也金黃很多 不會白白白 生抽就沒有這麼多效果 生抽就沒有, 對 好, 完成 寶哥, 油熱了, 是嗎? 是, 我可以把鴨放在鴨裡滾 好 鴨很重 三斤多 很大隻 甚麼叫滾鴨 滾鴨就是把鴨放在鴨裡 加少許油, 慢慢煎, 然後轉 一來上色, 二來 把其他脂肪逼出來, 香後很多 然後把它拿去炸, 放在鴨裡 用甚麼火鴨最適合 這個爐算是最大的火也沒有 如果是廚房的燒烤, 還要小火一點 好, 三分鐘的鴨, 對 三分鐘的鴨, 對 那甚麼程度, 你就要反轉它 看到它是金黃色, 沒問題 好 很漂亮… 你幫我再煎一下 好 好… 我們之前要先斬腳和翅肩 要不然一拉筋, 它就會撐到整個鴨 也會撐到整個鴨 它撐出來的顏色是真的意想不到的 好, 要看看它的鴨味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好, 我先把它放進去 現在就插著這個位置 把它收起來, 我們上碟 好了, 我們先放在哪兒 我給你一點老抽 太多, 不要用顏色 好, 我們開大火 這個湯可以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這裡, 這樣算是… 這隻鴨是三斤多重 就炆一小時, 兩個小時左右 到時我們再看看它, 好嗎 好 好 寶哥, 已經收乾水了 差不多可以吃了 寶哥 還沒得住… 對, 我們還有一樣東西要加進去 忘記了, 冰梅醬 冰梅醬 冰梅醬的好處是令梅味得出一點 是 但太早就不行了 它的酸味和梅味會走光 對, 我們現在猜到差不多可以了 我們先刀一下 如果差不多可以, 我們就拿去砍 好嗎? 好 我們嘗嘗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一刀就多了, 我們就關火 好, 撈起它 拿進去砍, 好嗎? 好 好, 砍好了 好, 我們現在就滑進沙鍋裡, 好嗎? 好 斬好了, 還沒吃得到嗎? 還沒吃得到 我們還要加芡才行 好 師傅, 為什麼會把洋蔥蘸底呢? 洋蔥有兩個功能 一來就沒那麼黏底 二來就讓它香一點, 甜一點 這個醬汁就是剛才炆鴨的 超濃的鴨汁 現在我們就加進去 再煮, 待會煮滾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個醬汁送飯也一流… 送飯也一流… 是煎乏 是的 鴨汁事先加了兩湯匙左右的白醋 令它的酸味突出一點 好, 這些熟淮山, 我們把它圍邊 好 撞出色水 為什麼要加淮山呢? 淮山蒸熟後, 它是粉的 將它吸收汁 好 也有人加芋頭, 我喜歡加淮山 讓我蓋上去, 焗一會兒 還沒得到 為什麼? 加一點蔥絲, 先點綴一下 這樣就更漂亮了 好 現在可以蓋了 好, 焗多久呢? 再煮一會兒就行了 這道菜果然一點也不簡單 還沒吃就已經聞到很香的梅子味 令我肚子已經打鼓了 很漂亮 要我等一小時, 三個字燜熟 我覺得也是值得的 我嘗嘗好不好吃? 很好吃 好吃嗎?Mandy 我平時很怕吃鴨, 因為我怕鬍子 但這隻鴨一點也不太適, 香味俱全 很好吃, 你看你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吃 如果要你做 你有沒有信心可以再煮出來? 有 我一百%有信心 寶哥, 你會滿意這個徒弟嗎? 完全滿意 因為李泰那個烹飪雞菜非常好 我完全沒有擔心